陈妍妻凭借电影那些年 我们一起猪的女孩 中女主义角色而走红 她有着单纯可爱的面容 深受大家的喜欢 和陈晓所演的神雕侠侣 也深受大家喜欢 虽然被吐槽脸有点像包子 但是她还是非常可爱的 而且还收获了婚姻 现在也有了可爱的孩子 陈妍妻的一组照片曝光 照片中的陈妍妻身穿白色席肩连衣裙 也是超显气质的 而且陈妍妻本身长相偏向于可爱风 那样就更显年轻了 白色的服装也非常衬托她的肤色 整个人都是少女感满满 果然圆领等于脸还是非常简灵的 而且发型的设计 也稍微修饰了陈妍妻的脸型 儿时的搭配简单又不湿湿上感 看起来也显得非常的精致大气 这样看起来也更加显得精致 本身陈妍妻皮肤也保养得非常的好 裙摆蓬松的设计也显得仙气十足 上半身的性感加上下半身的大气 裙子是高腰的设计元素 那样看起来完美的呈现身材比例 整体看起来都是美美的 看整体的视觉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脚踩一双肩头高跟鞋 高跟鞋镂空的设计也完美的修饰了腿部线条 完美的拉伸腿部长度 这样整个人看起来都显得高挑 而且女人味十足 同穿这条裙子还有女神高圆圆 对她印象最深的自然是以天屠隆记 李周诗若的样子 长相貌美是那种不可靠近的美 所以对她印象深刻 直到后来片约不断 她也因拍摄电影搜索和赵又廷结缘 两人现在也早已结婚过着幸福的生活 高圆圆的气质真的超好 乔哲身裙子穿着她的身材美得不要不要乐 而且她的身材也好穿 露肩部分的设计完美 将她的肩部曲线展现出来 乔哲两人对比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